喜欢在朋友圈发自拍的男人 基本上是这三种人 错不了 自从微信面试以后 很多人的社交重心都放在了微信上 和亲朋好友联系都是在微信上 还特别喜欢在微信朋友圈上分享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以后了很多在朋友圈刷屏的人 如果是微商 你还可以直接屏蔽他的朋友圈 可若是那种喜欢天天发自拍刷屏的人 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般情况下 一个喜欢在朋友圈自拍的男人 觉得超级自恋 因为他的自拍照大多数是自己的脸和腹肌 说明他对自己的脸和腹肌很自信 这样的男人很有可能是那种极度自恋的男人 一个成熟的男人 基本上不会在朋友圈中秀自己的自拍照 他们秀的最多的是家庭中或者工作上的照片 因为这样的男人都是很沉稳低调 而经常在朋友圈秀自拍照的男人 性格很幼稚张扬 而且很不成熟 做事不考虑后果 这样的男人其实也不是很差 只是你要找对象的话 还是找成熟稳重点的比较好 如果你喜欢上幼稚张扬的男人 那你在这段感情中会很累 能不能有以后都难说